第八場賽事都跟大家研究過,接著下來就是第九場 三班千二短圖,狀態Feed,6號、8號和12號 配備變動就一了,這隻五門齊 開逢眼罩,除了它,就初戴眼罩了 另外6號碼的佐治擁區也初戴眼罩,侄你照舊 好,先看這隻五門齊,它又回到重化了 打算上一次這樣轉一轉的配備會好 又是,經常樹尾,那你變成有時候的跑肢 又不能碰,又不能碰,又不能碰,又不能錯 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勇闖,這些神租經常都不是那麼起眼的 就算它有沒有防沙罩,它都是差不多的 那又不要特別,就是放大了那個配備,覺得一加防沙罩就實行 一加,其實那一批都很多,它都加了 美麗學歹,它是一個,它的僵口仍未留得很好 但是這樣,如果以它現在這樣的水準 它都已經接連近,其實這馬潛力不錯 這隻就標之將來,外面追的魔拳賊掌那隻重口 但是這隻標之將來,我覺得它都有一點點進步 可以留意一下 好,多利神區 雖然它上次跑了第四 但是 我覺得水準,就算數到勇闖贏 我覺得是 那些地 又賺了一些形勢感 好,看看這一組好事集,有三隻馬體 方頭就有佐治勇區 中間就牛皇頭 尾爾是聚財 二月尾的沙田直路一千集 那這隻佐治勇區 從很早回來 在方家柏那裏 都看到那些步 是整天都好像有一點 偏向是論盡一點 它不是說太過利落腳法的馬 走順了就好一點 後面就是牛皇頭 一直都吊著它跑的 聚財就很後階段 CDCC圓的慢慢走上來 後面追得最多就是它 還有佐治勇區 剛才很遲轉腳 但是沒所謂 它知道這隻馬 讓它走得順 因為平時跳 它已經搞定了 這隻 明顯有不同了 進步 贏科超影 這些其實落四班都數你了 沙田千里都贏了 贏科超影 我想知道那些賽事水準 不是那麼高 上到三班它就又會下風 贏科超影是否是星期六來的 那次爆炎 我要看一看 好 接著看這隻 年年有型 如果這樣說 他的形勢不利過上次贏他的勇創 什麼合火扶勇 那些這樣的馬 再來就是六六大順 這些就 很多大師傅都好像撐著這些馬 但是我覺得它 可以再鬆一點 這馬有時候還是頂得辛苦一點 又是好看不好吃 蛋大威猛 是不是 不敢撥還是怎樣 我也真的不知道 你看他這樣跳 哪有問題 其實他很漂亮 長長都大敗 這些馬真的很害怕 接著就大財 後面那隻 波鍵試跳的 它是有些動作 未算很順滑的 前面那隻兩例都是 兩隻馬都 可以調得好一點 無敵勇士 無敵勇士 我長期都覺得這隻馬是 很好狀態的馬 他以前都是一隻三班頭馬 不過這組三班 不是很強的 你有時候冷門 就求一下這些 好看這隻 這隻後備今早跳的 樂創未來 好了一點點 看他跳 略為順了一點 之前就更差 但是他也很近 阿澤利 開始 好再看田傑精神 在前面 後面那隻就合火那麼厲害 這樣一隻 跟著一隻 順著跳 有這樣的年紀 都這樣 給他搞得定 慢慢再回氣 先 來到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 又是一組 好像都不是很多馬 選得上手的局面 熱就熱一點 繼續都年年有型 這些放在前面 斯加三 也不然坐在前面 已經叫壺先 加上這些馬 他現在都確立了一個跑法 就追馬一般的 爬上內蕩就走 應該都機會高的 其次我覺得四重彩 他可以少少拖一下那隻 就是標之將來的 因為我自己對他 可能有些偏好 我覺得他的型格款 都挺吸引到我自己的 所以四重彩 就留下這隻四 另外就五門齊 不可靠的這些馬 始終是那個僵口搞不定 整天都是 你看羅富全經常轉就知道 那些馬 好開他不會經常轉的 這個年夏斯 但是搞不定的 他才要下一些配備 幫一下這些 麻煩的馬 所以他就 不是那麼穩健 還有呢 我現在表面看的數字 他再跌一些 這隻五門齊 其實上次臨場走出來 我看一看 為什麼這條頸好像那麼薄 這樣 他這次再跌的 那個磅 這個你要小心 我覺得勇闖不是很特別的 只不過可能上次的地 適合一些 又或者是其他的對手削弱了 那我就好像 贏得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有些假象 就是他已經是 那個分子很浪的 我覺得勇闖 不過73分都掛頭牌 這一組馬 你想一下 根本就是弱水平的賽事 佐治擁區 我覺得是有進步的 以前方家拍回來的時候 哇 急到賴 又粗身 現在不同的 輕身了 眼包幫到他很多 另外就是8個 連連有型 連連有型 沒得不要的 根本就 這隻都是很fit 南門到時撞12 或者那些 這些要到臨場 才再量度 第9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 就算了 再次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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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